OK是吧 首先要解釋 今早有十二個專業團體邀請了我們 去出席他們的會議 是表示我們今天會投反對票的 因為我自己的時間搞亂了 今早就沒有出席 借這個機會向他們講聲真不好意思 我們立即和陳志全議員和大家會議 是想講講有關王國健議員曾經提到 就說如果這個會議在明天 可能要很硬的投票 可能是不硬的投票 他們會用一些的手段 是會意圖令到的投票 是改到去星期五早上 我想清楚表明 我早前已經清楚講到 希望大家能夠就這個投票速戰速決 但是如果有些議員 因為害怕群眾 明明這個投票是在星期四晚可以作出 而是用這個所謂拉布的方法 來拖到星期五早上的話 人民力量是不會接受這種的做法 如果任何議員 意圖用這個議事的方法和程序 想拖到的時間 是他們心目之中理想的時間的話 我們一定會用各種的方法 令到他這個意圖不可以達到 如果他想星期五早上投票的話 人民力量是會有方法令到的投票 由他原本想的星期五早上 是會去到星期五晚的 所以我呼籲保皇黨的議員 順其自然 議員按這個議事規則 每人有十五分鐘發言 如果他想快點投票就說少一點 是吧 就是保皇黨四十三個議員 每人講少一點 就很大機會星期四下午可以投票的了 但如果想意圖要拖到星期五早上 他們認為小群眾在這裏 和他們的支持者多出現的時候才投票的話 我們是有方法和一定可以 將投票拖到星期五旁晚的 OK 我一早都講過了 其實保皇黨因為他們佔了大多數 他們是隨時可以控制議會的節奏的 就是他們四十二個人離場的時候 就要響點人數中的了 他們可以離場令到留會 令到今個星期投不到都可以的 但是我們告訴這些保皇黨 在考慮用這個所謂的拉布方法 令到星期四晚因為人潮最多的時候 不想去投票這個計謀是不會得逞的 曾鈺誠主席就說 如果星期四八點鐘 是表決不了他預計呢 他就會去到星期五早九點鐘結束會的 但是如果他預計沒有什麼人說 去到星期四晚上十點鐘 主席是有權將會延遲到十點鐘的 但是保皇黨就說不想夜長夢多 去到九點多才去投票 因為怕外面聚集的人很多 萬一有什麼事發生就會衝進來 就想去到星期五早 因為星期五早他們的人可能會多些 因為他們那些是一車一車來的 我們那些是要放工才來的 但是我們想告訴他 雖然我們不能夠控制議會的節奏 之前有人問我們會不會拉布 會不會終止代作 會不會點人數 我們的答覆就是說 我們速戰速決 不會夜長夢多 但是如果 剛才陳米葉都說過了 如果他想星期五早上 外面是最少人的時候 草草去投票通過這個 或者否決這個議案的話 我們是用我們的方法 可以令到星期五 較後的時間才會去投票 有什麼方法 沒有議事規則有很多方法的 如果他想試的 我歡迎他試 當然點人數 如果他們坐定定就不能點的 他們四十幾個坐定定 點人數是不行的 但是除了點人數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方法 我建議王國建議員 用他的程序動議 叫做主席方法 那個態度去處理程序問題 不要在意圖用一些程序方法 自己又不是很熟悉 到時本末倒置 他想做的事 我很清楚告訴他 他是沒有可能做到的 你覺得泛民放手 就是你講法 你沒有這種釋放手 你沒有這種釋放手 我相信到時肯定有部分泛民 會參與的 我絕對相信泛民的議員 絕對不會願意給保皇黨 玩弄在這個獎上 任意這個魚肉 就是政改方案 就是現時整個政治制度 都被他們操控了 市民已經任他們魚肉了 立法會主席也都被警察進來 這個已經是令到這個議事堂蒙羞 再一次蒙羞 是不是 所以如果投票時間都要被保皇黨操控 而泛民的議員都任由保皇黨操控的話 我相信這個不應該是泛民應有的態度 所以我相信如果到時 黃國健去真的要做事的話 我們如果提出某些情況 程序 我也相信泛民的議員會支持和參與 對我認為 我們沒有辦法 所以在这些设计的设计,我们想要设计的设计是最快适合选择的选择。 主要设计的选择更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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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选择。 加入而成为开导的候选择更多的选择更多的选择更多的选择。 人造成尖立的联邦联會釋 Lei的支持 民黨的联會參與提供聘使命令 會提供聘領的联會 不停到联會聘用 我要求全體驚艇 讓联系行動 如果有联會的联會, 联會聘用联會聖誕聘用 如果他們想聘退聘联, 他們可以提供聘用联會聘用联會聘用 普通兩句就是我們當然會因為要處理一些程序 就會較後時間才會發言的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呼籲市民反對政改的 如果有變數都要預留時間 未必是星期四晚可以處理到 可能星期五大家如果可以的都要預留時間去應變 因為如果要拖延那個會議的話 我可能要是最好那個發言的 如果要等到 如果因為基於這個發言的安排 而最後有一個危機使得我發言不了的話 這個不是表示我不想說話 如果我真的到時因為這個程序問題 要等候那個機會 又令到投票不可以被保皇黨為所欲為 所以我可能有機會因此 犧牲了發言 犧牲了發言的時間 而就這樣投票了 所以這個如果真的發言不了的 要向之前我們的選民表示這個協議 是不是就變成了 OK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 完成了 其實不如先說說吧 拖延的會議 議員在發言時間就可以提出終止待續 終止待續一提了 主席就要就終止待續縱行辯論 每個議員有15分鐘發言時間 如果27個泛民議員發言15分鐘 就會令到會議多了7個小時 所以如果黃國健在這個會議令到這個時間 拖到星期五早上去投票的話 我作為處後發言的議員可以提到終止待續 其他議員就可以說話 還有在終止待續發言期間也可以點人 所以要拖到星期五晚絕對可以做到 因為星期五還有內會的下午 是啊 所以我建議他們順其自然 讓會議發展到哪裏就哪裏投票 令到大家可以安心投票 就不用因為這些程序問題 又再令到那個議程出現一些複雜化的改變 即是如果你怕群眾可以不說話 全部不說話 27個民主派港元 微天黑就投票都可以的 這個是40撥回一 議事規則40撥回一 OK 麻煩你了 不是說話 什麼叫做人嗎 什麼叫做人